蝙蝣晚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蝅蝣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 狂追猛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今日有报道说 其实这些报道每一天都有的 就是《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说 美国现在起草一些制裁措施 这个制裁措施不是制裁你个人 是制裁部分中资银行 和全球金融体系的连接 最主要这个做法就是为即将访华的布林肯 这个真是有什么意思 增加筹码希望可以阻止我们伟大祖国 对俄罗斯军事生产的商业支持 当然了 这个是筹码 但是大家也看到 很多中亚细亚国家 入口这些 这样的 我一直在讲这些新闻一直在出手 这些准军事器材或者原料 是激增几千个百分比的 就是不知为什么 是不是有人做财家呢 怎么样那些 这个要解释了呢 现在呢 为什么这个形势这么险要呢 内银 这里就说其实是很短几个字 传出来说会切断部分中资银行 中资银行 是不是中资呢 这么简单呢 美国官员说 根据消息说 以银行作为制裁对象 为行动升级的被损方案 只要外交措施不能够说服 我们伟大祖国 据说美国的这种看法 向俄国出口这个 不要说武器 接规任何东西 他资助他 这一个就是升级方案来的 就是叫协够我们伟大祖国 协够我们阿带 我们阿带就真的不是那么威胁的 不认真 银行背后不是不怕 是啊 你不交交最后的一个源头 他怕能够你吗 不是啊 现在我说 你最多麻烦一点 但问题是 你搞到他的最后源头 我当你 他也是不会退的 如果他500斤走 什么都不能转博了 是不是啊 他不退又怎样呢 大家真的要 所以说香港是不是会发生 我们开防疫苗没有发生过事呢 我不知道的 好了 但你不退别人 你不退别人 你先去拍桌 拍桌就不会了 就像阿特朗普拍桌 吵枝金正恩 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已经没有拍桌了 吵枝金正恩 但我们看一下 你看看布林肯这次 这次要不要坐桌了 上次不是吵枝这样的 像很多平台 你就看一下 就是那些 像一时比一时 两张椅子吗 是 就是在下面有个大江山的那里 是 好了 这个很好笑 我很快就讲这段新闻 因为我真的看到这些 所谓地产佬讲的东西 大家真的不要听他讲 包括我都是地产佬的 这个是工商铺的行政总裁 就是美联工商铺的行政总裁 他说根据数据 这个叫盧展鸿 盧展鸿 核心地区 就是铜锣湾先生 最中环和旺角四个核心区 今年首季的鸡铺数目720间 比去年同期减少26间 咦 少了鸡铺 真是好了 空置率是9.6% 真是少了50% 不是那么悲观 觉得核心地区还有5% 5%的租金升幅 我真是觉得你们 真是说得出就说 第一 去年上第一季 是刚刚开关 三月开关 你经过一年之后 你减少了26间鸡铺 减少了 而空置率仍然是9.6% 即十间有一间 其实你问我 我感觉就不止了 但我相信你的数据 是 你竟然觉得 不是那么悲观 应该要开完 那 来到零悲观 可以去上水 去元朗 我们逐一样说 现在先说核心地区 核心地区 然后 全部是卖手袋 卖珠宝 现在卖鱼蛋 都两回事 其实是 这个已经是 你这个房子 老实说 跟我吃人 其实因为大不如前 即使是顶着在那 或者 它仍然有盈利也好 你不要想着 还可以一个月 只剩下几百个 喂 在那儿卖廁 只卖香港人 为什么呢 它不带到上去 抽税 第一 你的东西又不是特别便宜 上面减了税 第二 你一个关 喂 什么追风油 大约两支 OK啦 第三支都说 扣了你说要抽税 它不买 结果你要做回香港的 OL 那些有限钱 其实马上跟沙沙 那些 招一堆 它是不是可以给到 当时的租金呢 明店为何不要说呢 明店 标行 我给600万美 然后 现在早上云吞面 我60万都给不起 25万 特买厂的那些所限 喂 然后你跟我说 还有5个巴仙的升幅 这些是吹什么呢 希望你的人说 下去 就是为了去开店 好了 接着他就吹淡了 就吹淡 咦 他认为元朗区和上水区的 residental area 那个空置率 就会增加 为什麽呢 谷你的业主 拿回那些盘子出来 你不要叫得那麽贵 老实说 他反而会觉得 这些民生租药铺的跌幅 都是5%以来 升的你就升5% 跌跌跌5% 如果你想要跌一半 就没有人租成问题 现在租不出去 现在问题是 按钩钩钩钩 为什麽上水 粉岭会造成那麽多舖 那些人上去买那些 常用品 连他都要收拾 水口都不走 你想想以前 香港人会帮顺那些店铺 卖东西 大陆水口客 又会来帮顺那些店铺 卖东西 于是甚至说有冲突 都担住了 有些店铺那时 怎麽忍得出得 什麽港人 只能限买那麽多 有些店铺 我们会觉得是良心 那怎麽我们都先卖给香港人 他说现在 有没有港人手上去大陆买 大陆又不下来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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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说人家平几个百仙 你觉得只是几个百仙 于是会引人家 几个百仙 不跟人家来买店铺 老实说 香港你说不是那麽悲观 其实我觉得是挺悲观的 因为你要记住 我们最惨的是 没有了外国高消费的客户 内地无论高消费 中消费低消费的下来 他都不作高消费 因为已经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 第二也都因为 譬如你是有钱的 我买了10年 我买了10个 我不用100个 我始终都会转的 我真的觉得很悲观 唯一我同意他 你说香港 要生存 你有些特色 但是 真是难 香港特色都已经 这十多年少了很多了 真是难 真是难 就是你自由了 你自己的法治 制度 是不是 但是那些文明 不就不同 是吧 所以今天我有个网友 七十岁不够 他说他准备上大陆住 我一点都不拆意 我不会特别鼓励 但是我一定觉得 那些问题 香港租两个多东西 一个人去泰家 在台湾 那是不是回大陆住 你去泰家 很难说的 这些东西 他很认真在台湾 泰家都打算走 他说那些人很排外 那种感觉 第三 我看到一篇文章 真的很好笑 很快讲的 那条题就是 深圳面 劈价卖楼潮 业主龄规本求售 怎么怎么 没想到 深圳楼 买深圳楼会蝕 很多东西 你们太年轻了 老实说 我们在买大陆物业的之前 就是说十几年前 这年前三十年前 是买都输的 哪个买就哪个输 买楼要买常平 常平要买例成 记住 带身份证 刘志荣那些广告 就去买吧 十几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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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要输 你买了 你买了之后 发觉 你老妹说 那样 其实不是高典有没有那麽方便 那时候怎样呢 比如那些东莞 或者 刚才我说 张木头那些 那些人就搭车去楼 然后走过去搭和谐号 那和谐号可能都要七八个字才去到张木头 或者去旅游包 是 在旅游包 是 在旅游包 东莞都要 不是 坐张木头 都是搭旅游包 那你想一想 喂 你搭得多搭 喂 我屌你老母 没有 可能是禁的 大哥 你没有 现在 你真是退了休 那时候 直接小朋友都没有 或者 就说 如果不是的 你都是住香港的嘛 那 好了 玩了一年半载 玩了三五年 卖楼 基本上是输的 没有人赚 那直至何时 那些楼 叫做升幅呢 其实 毕竟都是这十几年的事 大陆楼 好了 结果大陆楼 就营造了一种 不败 特别是 什么 北上港深 就是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 特别是深圳 好了 那今天的篇文章 就访问了很多人 我就不逐个说了 表里老鼠 有些 搞到要出高涌 就是给一些经纪 给经纪 给利是 家里喷香水 喷香水 甚至乎自己学 介绍那些房子 不经纪 自己上网买 但是 都是麻烦 好似其中一个例子 这个楚楚 他2023年挂牌 一年才买得出去 他心目中 他已经挂牌 是他全小区里面最便宜 335万 但是 他接足足几十个买家 最后 都是卖不到 为了最后 卖出去 他最后减到265万 他计算了所有东西等等 他总共 就给了四十几万利息 输了几十万 五年 当做贵有 如果是几十万 在大陆来说 五年就是年十万 大约 就是成皮 当做贵有 但是他现在换来 一身轻松 但是另外这个大约了 这个呢 2018年425万的层楼 装修 加上洗费 530万 结果呢 他买了多少呢 卖了400万 便宜了130万 OK 但是 他一想到130万 好想同时 肉赤 一个星期之后不够 另外一个 同一个单位 即是同一类的盘 就买了340万 即是再给他便宜了60万 其实现在呢 还在这样下 这个情形呢 老实说 大陆人就被这些十年八年置业 就等于我们在七八九十年代 事业的时候 有商没落 没见过 现在就见到 所以买楼 我不在那里再说多了 如果你有心买楼 揽着口价 终于400万卖到 至于130万 你觉得很惨 一个星期后 是340万 就是这样的了 是吧 我觉得香港快见的 这些情形 好了 昨天呢 有一条片 又是这些 蚁仔 嗯 那个是什么 飞跃島 飞跃島 在火炭的 一号月台 是这样的 火炭 但你都没有幕门 没有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这么多地方 都没有幕门 九龙堂都没有的 好想嘛 做事真是 一号月台 就是北行往俄湖 四号月台就是南行往金铁 二三号月台 就共用一条路轨 据识为备用路轨 而他们呢 这个男子呢 在二号月台 坐跑 着六点是三号月台 我当然不鼓励这些危险行动 但我觉得如果够劲的呢 就应该是飞一号月台 哇 伤鬼那里 不是啊 你是飞要劲的嘛 你一到对面的时候 就是刚刚的火星在后面过 那就究竟了 老实说 他们当然认为 他们当然认为不怕拉 警方立即报警 避泄 他们也要付出了这个责任 就是代价啦 或者要坐牢 或者要罰钱 或者要守行为 不知道啦 对比他们过去的行动来说 这一个 这一个 今次在二三号飞那里 其实就叫做小儀科 第一 那里是备用月台 没有车过的 少 少车过 那你都看着 一天几班 你看到一辆车 你都不想飞过去 是吧 那总比你 18楼跳到12楼 那些就是这样 但是 我真的 那里都算厉害的了 那里都算厉害的 厉害的 是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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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说 以我在全城时期 我们跑100的 又跳远的 我觉得我们 都会跳到 如果他都跳到 我不知道他们是有多强患的 但是你敢不敢跳 因为为什么呢 你跳远 是有个沙池的 是吧 你跳不到就没有失败 就失败了 那里 那里有个高度 如果你落地 稳不稳 而且下去那边 都很缘的 坐飽很短 坐飽去那个月台不太阔 我好像去路軌 他又立刻 跌下去 跌下路的那些 是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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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什么的 哎呀 真的 你说家里有过这些 你都不知道 那一方面去厉害的 是 第一方面说 是厉害的 好 休息一会 是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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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厉害的